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 这个V栏数非常重要 因为V栏数我发现 很多人如果在工作上 不会用V栏数来查资料的话 那很麻烦的 将来你这个 如果不会用V栏数的话 那很多资料 你就没办法把它 从别的地方查过来 那只是说 如果你要用V栏数的话 记得 它有三个问题会问你 那三个问题 到底各问你什么东西 什么内容 你可能要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今天的的话 如果你将来要查 查这个编号 去哪边查 给它一个清单 所以这个地方 那因为第三个问题是 你要哪一个栏位的资料 那因为清单里面 这个column指的是 相对于什么 所以这个col是column 是栏 相对于这个table 所以这个table里面 就是这一个 这哪一栏 所以为什么是二栏 因为这边只有两栏 不是一就是二 OK 那理论上会得到的 绝对不会是第一栏 而是第二栏 所以通常这个地方是 数字是二 二以后 当然将来有可能 那个 你的那个对照表 可能不止两个栏位 可能有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那也有可能会把资料查回来 那第四个问题就是 你要不要找接近的 理论上通常是零 那零的话会变成这样 如果说我按确定 假设说我这边前面的这个资料 假如说我给它是A3好了 A3在对照的表格里面 有没有清单里面有没有A3 没有嘛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 你会发现得到的结果会是 那怎么叫紧NA 紧的话就是错误讯息 N的话就是not A的话是available A意思是找不到的意思 但是如果今天我把这个参数 把最后的这个参数改成1的话 那你会发现 奇妙的事情来了 它得到是女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刚刚讲过 1的话意思是说 如果我找不到 那个找不到那个资料的话 那我要不要帮你找接近的 如果是1的话 那就是要 要的话意思说 A3找不到 没关系 你帮我找A2来充数 不过这样好像有点怪怪的 如果资料错了 那等于就是说 你没有这个资料 你就不显示没有 却显示不正确的资料 那这样最后 那得到的结果 资料就会出现错误了 所以这个range lookup 中常我不太会给 这个E 因为E的话蛮危险的 我中常会给0 OK 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把它改回来 所以这个not available 你可以知道说 前面这边错了 所以把它改成A1 那这样应该回来 应该就正确了 应该要查得到 就不会错误了 所以以后的话 假设你出现那个 仅NA的话 那表示说 你要查的资料不存在 OK 但是问题来了 其他的话 教育程度一直到底下 好像总共有这么多栏位要查 那能慢慢浪费时间 你想说 老师那有没有更快一点的方法 我可不可以只查一个 然后向右向下就完成 其实是可以的 可是你要做到 向右向下一次完成的话 那你需要再学会两个东西 第一个的话 就定义名称 什么叫定义名称 我们刚刚在做那个查这个table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是切到这个工作表 里面的这个范围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table array里面显示的话 它就是哪一个工作表 的金探号 的这个范围 那这样的话 有个缺点 就是说 刚才这个 第一个公式长度比较长 这个的话 必须要压钱的符号 所以如果我今天不想用这个方法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定义名称 那什么叫定义名称 1 接到清单里面 2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范围先选起来 然后给它一个名称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A2到B3 这个范围 以后就叫做性别 那我可以怎么说 1有没有先把 A1里面的性别 两个字负字 Ctrl C 2的话呢 就是在选取什么 A2到B3 然后把游标放在 名称方块里面 贴上 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 因为我刚刚把 A1里面的性别 两个字贴到名称 方块里面 按Enter 那这个时候的话 以后呢 我叫性别的话 就会指的是这个范围 那同样方法 年龄 Ctrl C 然后把这边选 D2到E5 然后游标放在名称 上面贴上 Enter 那年龄的话呢 指的就是这个范围 其他都一样 Ctrl C 然后选C2到H5 然后一样把它贴上 那底下都一样 所以总共你可能要定义 应该记得14个名称吧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怎么知道这个名称 是不是正确 而且这个名称到底放哪里 接下来你可能要 记得一个位置 叫公式 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这个名称管理员 实际上就是你刚刚定义好的名称 通通放这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刚刚我就定义三个 就是性别年龄交易程度 有没有性别年龄交易程度 那你会发现名称 就会在列表里面 他参照到哪里 他会列在底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年龄 年龄他的对照 参照的范围 就会参照到第一 这个清单清单号 比如说这个工作表里面 的第二到第一五的范围 如果你觉得你看一下 没错 没错的话就不用改 但如果出错的话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修改 假设说出错的话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然后重新选取这个范围 然后最后按打勾就可以了 你可以重新再把名称 重新再做一个修改 或者是说 如果你做错 重新删掉 重新再建 可不可以 反正最重要是要确认说 你那个名称不要出错 因为如果名称出错的话 将来查询到的结果也会不正确 OK 所以定义名称 假设 那请问底下这个名称就全部自己再把它分别完整 方法就是这个是职业 所以Ctrl C 然后这个的话呢 把底下的范围选起来 然后在这个名称方块贴上 然后Enter一下 第四个 第五个月收入 OK 然后多久买一次杂志 当然这些问却调查主要就是说我要了解那个不同的性别 不同年龄 不同教育程度等等的 他们的消费行为到底这个是哪一些为重 OK 那如果我知道说不同的各种条件 他会有不同的消费的习惯的话 那我就可以针对他们不同的习惯给他们应该有的一些行销 这样的话相对也比较容易成功 然后不然的话呢 你就不能乱枪打鸟 所以底下一样 这个有无订阅杂志 Ctrl C 选这个范围 把它贴上 Enter一下 好那底下的话 我就不demo了 因为理论上就是把这些全部做完 我要顺便订 这边 记得不要做错 然后 在Enter的时候要确定一下有没有错了 Ctrl C 然后选这个Ctrl V 接上 Enter一下 好那底下都一样 好那底下都一样 好那分别呢 就是把这些名称 跟这个底下的范围 好那底下的话呢 请各位就自行完成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会先建立 总共有应该是B到O 总共应该会有14个范围 OK 好那 好那 这个范围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再来修改我们刚刚的公式 好那 那我们建立好之后了 第一在公式里面的民生官员 你稍微看一下 理论上就这些了 你们最好再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下来我们就来做查查查询的方式 请各位再切到刚刚的这个问卷调查 刮服二里面 然后改的话 其实主要改哪个地方 因为刚刚我们是table array 是用贴过来 选一个范围 那请各位记得 请你把table array删掉 里面 第二个参数删掉 那接下来呢 我要怎么去指到那个范围 这个范围叫性别 所以后面请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有定一个名称的话 你可以记得一个快速键 叫做F3 一个方选键 F3 那F3的话呢 它就会帮你把什么 把你刚刚定义好的名称 清单列出来 那你可以找一下 没有叫性别的 理论上应该这边有吧 性别 你就把这个性别点两下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什么 把这个刚刚的 这个范围 直接就放在这里了 OK 那好处就是说 以后呢 记得快速键F3 它就会出现了 但是之前有同学 常常遇到的问题 就按F3 习惯老师 按F3它怎么不理我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打 性别两个字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它其实F3好处 就是让你可以少打两个字 但是你自己打 那两个字 可不可以 OK 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 底下不改 所以只要是改这个 按确定 上下填满 这边也OK了 那这边的话呢 一样嘛 所以这个年龄的话呢 也是一样 把刚刚的 Table Array 按F3 那这边的话就是年龄 年龄 然后帮我查一下 查回来 然后向下填满 那教育程度也是一样 那教育程度也是一样 教育程度的话 我们也这个地方 当然比较快的方法 其实你可以把公式复制一下 教育程度其实可以贴过来 然后这边改什么 这边应该改成D就可以了 那再来改这个吧 这个名称的话呢 我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教育程度 所以呢 你可以在这边按F3 然后这边就教育程度 对 向下填满 也OK 可是问题来了 一样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如果要做这件事情 还是要把后面的分别完成 可是你 当然我们会希望说 以后效率提高一些些 那怎么样可以提高效率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公式 到底有没有哪些地方 可以再让我们更加快速度 那其中我发现 这边的话性别这两个字 跟上面这两个字一模一样 那也就是说呢 我刚刚定义好的名称 有没有 其实它有共通点 就是会跟它的上面栏位名称是一样的 所以我只要怎么样 能够做到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可以把什么 把上面的这个名称 把它转换成 我刚刚定义好的那个范围 把它丢过来 那这样不就OK了 而且我可以怎么样 把它向右拉 向右拉之后的话 它会不断参照到 它需要参照到这个名称 有没有 那不就全部OK了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向下填满 其实是OK的话 那更好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定义好名称之后 我还需要用到另外的函数 叫INDIRECT 才能完成这件事情 那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着 把刚刚的定义名称先完成 那待会我们再来利用INDIRECT 把后面的部分完成 接下来再来看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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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